此处第221章 锣鼓 平安侯府奢华而低调的大厅里 气氛有些沉闷 守卫之上 平安侯面色沉沉而坐 一只脚步响 伴着拐杖遁地的声音打断了平安侯的沉思 他忙站起来 老夫人也已经在钟夫人的搀扶下走了进来 你怎么看 老夫人开门见山地问道 平安侯带老夫人坐下 才站在下手 缓缓开口道 我们小瞧他了 小小年纪 不出众的外貌 卑微的家世 这种状况下任谁都会忽视他 更重要的是 根据白玉郡主的描述 几次短短的相遇中 他为人低调谦卑 没有半点忽然跃上枝头的张狂 只是没想到 竟会突然发难 并且一出手便狠狠地给他们响亮的一耳光 哼 果然是金华 钟夫人不由得难难 这次是大意了 老夫人眼中闪过了一丝阴冷 这种人 如果这次让燕燕在他面前低了头 那这辈子就休想压制住他 气势上永远要低他一头 哪怕将来贵为皇后 钟夫人轻声说道 这姑娘 想必也正是明白这一点 所以才 你怎么想的 老夫人再次问平安侯 让燕燕给他道歉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平安侯淡淡地说道 面上并没有前几日的闲漏 与外在的愤怒激动 反而很平静 那是当然的 老夫人点点头 这一点无庸置疑 我现在在想 条红目光微闪 声音带着几分寒意 可哪来的这么大的自信 室内微微沉默 老夫人的面色凝重了几分 你是说 他轻声道 有人在背后 这是他这么 平安侯轻轻点点头 要不然 我实在是想不出 他哪来的胆子 有死磕到底 祖母 门外响起脚步声 伴着白玉郡主 带着哭意的声音 他从门外冲进来 看到父亲在 忍住一头扑进老夫人怀里的冲动 规规矩矩的视力 父亲 他穿着正装 眼圈发红 面色微潮 不知道是因为激动 还是走得过快 额头鼻头上 隐隐隐 谁让你出门了 平安侯沉脸喝道 含鲜麻烦 含鲜麻烦熟吗 白玉郡主背着一声喝斥 眼泪就再也忍不住了 他眼面喊了句话 便因为哽咽 含糊听不清 什么 天猴没声好气的问道 你喊什么 咱们燕燕这次 明显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了 燕燕就是个直性子 老夫人瞪了儿子一眼 带着几分爱怜 冲白玉招手 哎 祖母这 白玉郡主哭着扑了过去 依偎在他怀里大哭 怎么了 老夫人扶着他的头问道 一面安抚 你放心 眼里灰那剑壁 马扎蹦跳得再高 也不过一秋而已 祖母 你剑壁 剑壁 要被封为两地了 白郡主抬起头 咬着牙尖声喊道 屋子里的三人皆是一愣 你说什么 老夫人问道 我 我方才是想出去 白玉郡主抽搐说道 我想要去见王后和太后娘娘 我还没见 见了吴夫人 吴夫人是太后娘娘身边的得力人之一 与他们家的关系也最好 她说什么 老夫人不由得谨声问道 她说 太后 要把那个剑壁 放为两地 白郡主将鹰唇咬出血来 一次一顿地说道 什么 这消息 这消息出乎屋内三人的意料 文言不由的惊讶 良地 那可不是一般的世界了 三人神色变换 心中可谓是惊涛滚滚 在这个时候 闹了这一出事的时候 竟然还要给那个女人如此封赏 我进一趟宫 我进一趟宫 老夫人站起身来 那就有劳母亲了 平安侯点头说道 儿也去见见太子 天口之后 屋子里就只剩下白郡主了 她微微地有些发症 看着空落落的大厅 竟忍不住打了个寒着 事情似乎已经变得 有些不一样了 虽然 你们的死活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顾瑜看着 刚从炮药房出来的顾十八娘 陈毅一刻说道 不过 看在我们也算认识的份上 我还是奉告你一句 谢谢哥哥 顾十八娘一面放下 顽起的袖子 一面笑道 你哥哥在外边 固于伸手指了指 冲得白白手 你要是认为 有那个人的乡虎 就万事不怕 可就错了 她说的那个人 自然是指太子 顾十八娘明白 笑了笑 没有言语 平安侯府 是个马蜂窝 轻轻碰碰 可以吓他们一下 但你要是真打算捅 顾瑜接着说道 那结果 何就 马蜂倾草而出 对付具有威胁意味的敌人 是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一旦动了真格的 要不了命 让你身败名裂 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时候 就算有太子有心回户 只怕也无力回天了 顾十八娘抬起头 看着她一笑 将包好的一个盒子递给她 这是你呀的部分要吧 她说道 顾瑜接过 在手里抛了抛 看着她 目光为宁 你不会 不想进宫了吧 顾十八娘一笑 便没有正面回答她的话 而是缓缓说道 我知道 那等人 不是我能招惹的 不过 这世上有些事 我必须去做 满蜂窝也好 刀山火海也好 真是愚蠢 果然跟你哥哥一样 过于哼声一笑 这世上 保护自己 永远比消灭敌人重要 放着大好前程不要 非要一身似虎 我就是要保护自己啊 所以才会去捅这个马蜂窝 果实八娘微微一笑 站起身来 既然这个马蜂窝 是绕不过去了 与其隐忍退避 我宁愿主动出击 来迎接他们 过于痴声笑了笑 没有再说话 看着这姑娘清晰的面上 闪过一丝狠力 心里呼的觉得 或者谁是马蜂窝 还不一定 夜幕降临的时候 翔侯府的大厅里 母子再次去做 安来如此啊 翔侯慢慢地说道 面色虽然依旧平静 但手紧紧攥着茶杯 泄露了她内心的不平静 与太子有恩 阿玛 别说是梁地了 就是动工 阿这辈子 也休想尽 老夫人摇了摇头 淡淡地道 太子对宫里这些女人 何以练帽 何以赏财 何以龙臣 就是绝对不可以寄恩 君王欢秦伯 宠爱一时间 铁打的宫廷 流水般的美女 对于高高在上的正妃来说 都可以不在乎 但唯有真情义这种事物是危险 尤其是太子 起于威时 少年时的情义 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淡去 反而会越来越浓 对于这种潜在的危险 一定要在尚未成形时 将它毁灭 否则 将来必定会后悔莫及 这个信念 是他们从小到大 都被一而再 再而三 教导记牢的 原本我还打算 喊在太子的面子上 买他个面子 老夫人陈叔说道 但现在 他不过是太子 面子再大 也打不过陛下 平后开口插话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 隐隐的寒意 我瞧太后的意思 是要火星泥呢 老夫人轻轻叹了口气 带着几分失望 我说那丫头 哪来的硬气 看来是这位 灾后撑腰了 平后缓缓说道 声音里带着微微的嘲讽 这还没 老夫人重重地 咳了一声 打断了平后的话 头给他警告的眼神 哼 就要谢莫杀驴了 平后到底是 低声喃喃一句 眼中闪过一丝脑意 看来 太子对那女人 情意肥浅 就怕她将来受委屈 只是故意设套 来给咱们爷爷 一个下麻味 老夫人悠悠说道 平后冷吼一声 哼 在这大咒吵 能给咱们家下麻味的 除了皇上 还真没有别人 老夫人的神情 带着几分 鱼 轻轻地叹了口气 唉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为了那个女人 职责嘛 记得那女人的情意 难道就忘了我们家 对她的 我看 就是记得咱们家情意太多了 平后沉连说道 室内沉默一刻 啊 你说怎么办 既然是她的意思 老夫人惶惶问道 要不就 休想 平后沉冷吓说道 如果咽咽想的剑壁 低头认错 那就是我平阳侯府 低头认错 我平阳侯府 还没到了可以任人 如此凄凌的地步 不仅艳艳不能认错 而且 我还要那剑壁 吃不了 逗着走 让他们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你要怎么做呀 老夫人问道 平后平复一颗气息 声音面色都缓和下来 淡淡说道 怎么做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大周朝 只属于一个人的 只有一个人 可以眼顶人 胜死荣辱 这个人 现在 还不是她 说完她 覆手而立 对外换了声来人 猴眼 立刻由小丝进来 垂手而立 东西 准备的怎么样了 平后问道 猴爷放心 都背齐了 好几个人 连贡状都写好了 也都签字画鸭了 小丝 立刻打道 很好 平后猴点点头 嘴角带着几番嘲讽的笑 既然吃了豹子胆 想跟我们平阳侯虎玩大的 那就陪你玩玩 进酒不吃 吃罚酒 阳棺大盗 既然你不走 那 我就送你 下地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